建议鱼呢,鱼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日本恐怖漫画《我死前的百物语》 据说只要讲完了一百个怪谈,就能遇见真正的鬼怪 这点晚上,优马写完作业后,她就带来了第三个恐怖故事 黏土人 小春转到了新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呢 而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 于是小春就用黏土捏了一个小泥人当做自己的朋友 可是这个小泥人玩了一会儿后,小春就玩腻了 小春就将小泥人放在一旁,准备去干别的事情呢 就在这时,那个小泥人居然说话了 喂,别走啊,给我浇点水,不然我就要干腻了 小春吓了一跳,自己捏的小泥人居然会说话 给小泥人浇了点水后,小泥人顿时充满了活力 一开始,小春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很快,小春就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毕竟这个小泥人能说会跳 小春觉得蛮好玩的 这天放学回来,小春惊讶地发现小泥人居然在玩电脑 小春见状,急忙将小泥人拿开了 你干什么呢,把电脑都搞脏了 结果小泥人一本正经地说 他刚刚在网上查了的,发现自己是富丧神 所谓富丧神就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的一种妖怪 就在小泥人洋洋得意自己是富丧神的时候 小春却躺在床上玩着手机 小泥人诧异地问,你干什么呢,躺着一动不动 身体不舒服吗?小春暖洋洋地回了一句 没有,我在和学校的朋友聊天,你就别吵我了 话音刚落,小泥人就扔了一坨泥巴过来了 朋友?我不是你的朋友吗?你拥有我这一个朋友就够了 再说你这段时间都一直在玩黏土,怎么会交到真正的朋友呢? 被小泥人这样挖苦一番后,小春有些生气了 于是小春重新将小泥人放回到盒子里 因为小春已经想通了,人应该和人做朋友才对 黏土毕竟只是玩具而已 然而小泥人不甘心,她在盒子里不停地呼喊着 别这样,这样我会甘孽而死的,拜托你呢 帮我打开盒子,透透气就好 此时小春有些心软了,毕竟小泥人陪了自己几天 现在不需要她了,也不能这样对待她吧 于是小春就重新打开了盒子 结果发现小泥人变了,她把自己捏成了一个人的模样 小春被吓了一跳,这也太丑了吧 果然这样下去会变得不正常 为了不让小泥人继续纠缠自己 小春就叫小泥人当做垃圾扔掉了 这天在学校里,几个同学让小春去给他们买面包 见小春有些不想去 然后几个同学就开始POA小春 我们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才会让你去买的对吧 小春觉得没毛病,就PDRPDR的跑去买面包了 小春跑腿去了,几个同学就来到天台上抽烟 正是一个黑影,推开天台门进来了 同学们听到声音,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是小春回来了,好快呢 结果转身一瞧,并不是小春,而是那个小泥人 准确来说,应该是大泥人呢 因为他长大了好多,几乎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体型呢 喂,你谁啊,长得很恶心 见小泥人不说话,一个同学冲上来就揍了小泥人一拳 恐怖的是,当同学的手击中小泥人身体时 他的手瞬间就粉碎性骨折了 另外两个同学也非常仗义 见同伴受伤了,他们就一起上了 画面一转,小春提着面包回来了 当快上到顶楼的时候,小春居然看到了小泥人 此时,小春心里非常忐忑 诶,你怎么在这里,你是来复仇的吗 小泥人跳到扶手上面说 不是的,我是来接你一起回家的 接着,小春看见天台的门居然糊上了一层粘土 这是什么情况,你为什么要将门给封上呢 我的朋友还在天台上面呢 小泥人则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小春的朋友只有我一个吧 说完,小泥人就跳到了小春的肩膀上 这一刻,小春感到了深深的压迫感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小泥人现在极度危险 于是小春急忙复合党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只有小泥人一个人 第三个恐怖的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优马讲完故事后,房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是你在说话吗 优马急忙回应 是的,我在朗诵课文 读完了,早点休息哦 优马还会带来第四个故事吗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悠的视频 电影云纳,与你解忧,下次再见 小伙伴们